今天和大家會來一位我很尊敬的歌手 張敬軒 張敬軒是我 80年代的歌手 出道到現在也有聽她唱歌 老實說一開始我對她的印象都不太好 楊卯不太討好 當時來說現在英俊了很多 我是很 欣賞她也很尊敬她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首歌 都很有張力 不知道為什麼 曾經我的playlist 基本上只是聽她的歌 很誇張 我想說張敬軒是我有一位很尊敬的歌手 很喜歡的歌手 因為她各方面 做得很好 無論唱歌和觀眾的react 交流 跟觀眾的交流 還有她做過的 拍一些 劇集 拍一些片 是 很跳躍的 很搞笑的 其實有點不像她那個人 沒有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她唱功不用之意 基本上如果現今香港的歌手 唱功來說 誰會比她好呢 想不到 暫時想不到 我們來帶她看這段片 Chill Club的冠軍歌 超郎君 沒聽過 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我們今天就來 分享一下 OK 記得要開始之前 按LIKE給我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訂閱這個頻道 我已經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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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能說服我只看一隻眼 誰則你和我以示爭吵 隨和好遠更猛 這次兩界極額 他的唱功真的很獨特 之前聽過的訪問說他跟不同的唱歌老師去學唱歌 他說的東西大家都很深 可能大家都有得著 他說不是唱歌老師教你的東西 就一定是適合你或適合你的 你是要在這裏吸收一點 那裏吸收一點 然後把你的知識和技術回來 然後用你自己的體會去找一個適合你的唱法 就不是說你這樣唱 不是 是要自己融會貫通的 要找一個自己的風格 而找這個過程 就是要靠你的體會 要靠你的修養 這件事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他很瘋 一個人要去到什麼層次才能說出這些話 他說呢 掌敬軒 情人之間 講心理講理 這麼簡單 前面一番 難教與你相衝也衝彈 共你共度過劫難 分擔心 分擔過人間悲慘 想不到最後應會殺 只因你角度全偏彈 剛才那裡有些話 忘了說 張健健 其實我很喜歡聽一些靜的歌 這些歌 這麼短 這麼平靜 要每一個字 要很清晰 咬字要很清晰 才能唱得很好聽 他好像真的在說話給你聽 在說故事給你聽 但其實他還在唱歌 你明白我的境界嗎 是幾不同 當時你會會的事 喋過 這麼ローレ 你可以聽到他們會描述 我會描述 自己扭桓 我會會描述 我會描述 你已經被描述 你會描述 我會描述 你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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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剛才轉身嗎? 歌詞從前不動 好像看回以前 這些是演戲給你看 為愛時時已退讓 偏人下原則誇張 今天這抉擇輪到愛 比他透氣劇還開心 原來是世間太荒謬 你我分的首線最合理與溫柔 每個爭鬥誰來假裝妥協心不對口 林地也有傷口 我發線口感你試過遷就 同也不分手 甚至不投人世裡 有一隻價值 是比愛恨大 要保這個心構 行著愛不足夠 我覺得張景軒這個人 他唱歌 目前為止我未見到他有失進的感覺 情況是沒有的 我覺得很厲害 如果作為一個歌手 你要有這個功力 他從出道到現在 其實出道的時候已經是超級 超級 除了樣貌的感度 沒有好之外 但真的唱歌是不錯的 到現在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他對於藝術的觀感和其他人不同 其實之前看過他的訪問 說他進入他的家屋 你看到他的擺設 自己精心報紙 其實每一樣的細節 如果你很留意地看下去 每一樣東西都很獨一無疑 但加起來 整間屋內也很適合 我覺得他的藝術觀感和其他人不同 所以我可以說他算是一個藝術型的歌手 就回來了 又傷口無法善口 仍未與我似後 各有新春口 人是學你才看透 我終身致遠 為所愛應命 剛才聽到他列一下奶米的動作 這些是暫時伸進的歌手我還未看到 這些是誇張的 令你看起來很有power的感覺 這些細節位是看到一個人怎樣演繹一首歌給你聽 對於他自己的情感和他的方式表演藝術的一個觀感 大家可以留意這些細節位 好 看完了不知道這個如何呢 張敬軒這首《超郎君》 我還未聽過 應該是新歌 不知道你覺得如何呢 他最後收尾 剛才是頭皮那種神經線 突然好像彈著了 有股電流 好像很誇張 有股電流 觸動到我皮下的肌膚那種感覺 張敬軒是挺喜歡的一個歌手 我覺得他很有內涵 雖然他好像脫皮一點 搞笑一點 但其實他認真上來唱歌 和生活體驗方面 不是一般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是值得大家去學習 元老級的前輩也不需要多說 其實我是聽歌也是那句 我是比較著重 怎樣去演藝術歌 怎樣去帶到那個情感 內在那種的自己的意識上面 和對於藝術那種的追求 告訴你這個故事啊 這個情節啊 背後的原因啊 各樣東西 我會是看重這些多 然後才會聽那首歌 是不是真的好聽啊 算了 那樣東西 這是你次要 不多說了 總之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張敬軒的 每一首歌 尤其是《消亡書》這首歌 是非常喜歡的 很簡單的算律 但是故事 他唱出來真的好有味道 就是這樣 不知道你對張敬軒 或者這首《超郎君》有什麼觀感 也可以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有什麼片想react的 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之前訂閱這個頻道 按讚給我 還有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看 我是阿King 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